内蒙古第十九届冰雪纳达木 昨天在呼伦贝尔市开启 冰雪赛事持续了三天左右 我们现在一起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这场冰雪盛宴 一辆辆雪地摩托车 雪坡飞跃 激起层层雪雾 雪地摩托车呢 我是第三次参加 今年来到这 我感觉比前两年好像更冷 大家的热情啊 还是一点没减呢 来现场来和朋友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冰天雪地的快乐 特别喜欢冰雪运动 开幕式当天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共接待游客两万余人次 活动期间 当地还将举办民俗体验 美食品鉴等系列冰雪旅游活动 进一步推动旅游市场复苏